好 台電接貨台中龍井遊園南路 下午有出現停電的事故 馬上就派員到場檢修 不過台電人員在測試送電的時候 其中有一處高處的變壓器突然爆炸 裡面噴出的高溫絕緣流落下 因此臉部燙傷了 幸好當時這名員工意識清楚 沒有生命危險 不過他臉上被高溫的絕緣油燙傷 那目前臉上是有1到2度的 這個燒傷情形 目前已經在醫院治療當中 索性整起公安意外 並沒有造成太大傷亡 那至於為何在送電的時候 高處的變壓器會突然爆炸 而且噴出高溫絕緣油台電表示 都還要再進一步檢修來理清 以上最新情星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下載TV